你看 你看咱这时播间的观众 这么热情 哎 快看 绑一大姐给刷火箭 啊 点手歌啊 唱啥你说 难道你还不明白 那是啥歌啊 那叫情深四海 对 情深四海 唱 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对你 唱错牌了吧 不 一大姐啊 我对你情深四海 除了你 我谁都不爱 情深情是不恨 爱 又刷一个 又刷一个 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对你情深四海 除了你 我谁都不爱 情深情是不恨 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对你情深四海 除了你 我谁都不爱 情深情是不恨 难道你 没头了 没完了 咋的了 跑篇了吧 咋的了 啥主题呀咱呢 苹果年货节 你是在这直播帮我卖苹果 现在整的好像我在这帮你卖艺似的 老杨 老杨 真敢就撂绝子了 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你是为我好啊 你那这小心眼我还不知道啊 你就等我把苹果卖出去 往把钱借你 你好像老伴吗 我不着急了吗 你把钱借我啊 我把我那房子装修装修 哎 把那老伴房子给他一请 我就进入婚宁殿堂了 哎呦 就你这个样啊 还殿堂呢 哼 你多说就能垫个底 还殿堂 你成天跟我眼前 就这么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谁能跟你结婚呢 你老伴哥哪呢 本来啊 想给你个惊喜 但我现在我拖不住了 露出来吧 房一大姐 一会就倒 不敢想吧 在直播间里都看不空 又来到现实中 好好看看我 羡慕吧 哎呀 你咋的房一大姐 缺你这口牙呀 还是咋的 不怎么 我就没明白 这啥人能看到你呢 他就是 看我都看不够 给直播间 这不拈家来了吗 不说多了 马上就到 我还得上后屋 倒着倒着 换换衣服 啥地看看 你帮我接待一下 哎呀 要说这老送头啊 也挺有意思 第一年相亲 没成 到现在 正好12年 这家相一轮呢 他两个是真能成啊 我还真得祝福 这钱呢 还真就得借他 谁呀 绑一大姐 哎呀 哎呀 这绑一大姐 那个老送头回去换衣服就咋 让我先来招待 让我先招 你咋来了呢 我咋就不能来呀 说好了昨天八点半民政局门口见 我到那等了一下午人都下班了 你哪儿去了 我 行啊 既然你不愿意跟我领证没关系 有人愿意跟我领啊 谁呀 你直播间那老送头啊 老送 你干啥呀你啊 我不跟你领证那是有原因的 你聊着老送干啥呀 我是认真的呀 你这什么真的 咱俩在一块抽一年多了 我都没敢告诉他 知道不 我先找到老伴 我怕他嘎过去 你知道吗 你这人 你现在你聊着他 我跟你说 你都给他 老送他 谁嘎过你 你吓我一跳 打扰我情绪了 什么情绪 老送啊 我今天跟你说点实话 你别说话 我说 老送 我就是榜一大姐 白晶晶 哪是白晶晶呢 你好 是白白晶晶 你刚才你不说 回去换身衣服 你这也没换上 也是不时间不行 赶紧再换 我换上袜子 今天如果在情感路上 谁要阻挡我 我就踩他 到时候算我一脚 但别踩他 他是我助理阿阳 我认识 你直播间我见过 对 你跟我借多大广 他已经长得呀 真是沉于乐焰 必于修化呀 我怕我在直播间里的五五渣渣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跟你说实话 现实生活当中我还挺没脸的 你听啥的 那脸 我看你平时还有点赛莲呢 老宋啊 就你这个小助理呀 有点多话 实话跟你说啊 我呀就喜欢那表里如一 不磨磨叽叽的人 我就是 你看 我特别想诚气 你看老杨我答应他卖苹果 我这几天我不比他都卖力气 毕竟我是个我们村里网红嘛 我不到他我的苹果早就卖出去了 你来老多收苹果 他横拔了树挡的 就不让我卖 囤着 将来肯定还有给高价的 当然那人来了吗 来了 来了是收苹果的啊 人家收苹果离的 听啥了 老宋 你是好心人 就是有些人吧 他不知好歹才埋怨你 哎呀 埋怨我人多 他算老几呀 那你说那你俩在一份般配吗 哪点不般配呀 我高 他矮 他俩情深似海 我白 他黑 我俩比起飞 哎 我美 他丑 我俩今天就能牵手 说走 咱就走 走 好玩 但是不能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咱俩第一次见面 一定得彼此多留点了解彼此的时间和空间 你别空间了 你听我说这实话行吗 别说话 我Q你了吗 你就那巴巴 哎呀 让你今天来呀 我就有一个目的 我想让你亲眼见证一下 一个男人兢兢业业去努力奋斗的这种生命状态 看他有多么可爱 他得有多么的迷人 你知道像我这个岁数 我为什么还这么努力吗 为什么呀 就想给你生活上一个宝藏 因为我是宝藏男孩 老杨 你别抽抽个大驴脸 你能听我说句实话吗 口头韵啊 老听你说实话 瞎说啥实话 哎呀 今天我就告诉你 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是宝藏男孩 这点苹果 一会儿你看我咋给你卖出去 另外 大妹子 你看你是怎么被我迷倒的 我为了达成这个想法啊 我特意请了个高人 网络营销高手 网红包装高人 谁呀 赛言 这个人都不打正常 你信我了 赶紧 这不是啥玩意儿 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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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等会儿呢 啥辈儿 我咋没整明白呢 你管他就六九 他管你呢也叫六九 对啊 这么个事 我六九第一次去相亲的时候 不从那六楼不跳下来了吗 正就是砸我身上了 我把我六九给救了 六九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六九 但是我那个救啊 是救命的救 我那个救是救救的救 六九 哈哈哈哈里兰呀 哈哈哈哈哈哈 questa谁啊 这是 六九吗 哎呀六九吗 好 走走走走 哈哈哈 你啥眼神呀 这来得跟小安排呀 啥就你六九吗了 啊 不是啥 六九你过去 来来来来来来 你往那边 哎 哎呀 看见没 多有夫妻性啊 你看看 你高 他爱 你俩青山四海 你白 他黑 你俩比翼齐飞 你美 他丑 六丁 今儿指定欠手 六丁 你俩是不是一对老六啊 你老八 你可能八八 我看你今天有点嫉妒 你这样二老阳 才华是嫉妒不了 干啥 干啥 你就复制给我看 大妹子 你这碗子一坐 给倒点水喝 六丁啊 就这苹果啊 我告诉你六丁啊 为啥之前直播苹果卖不出去啊 你给老丁分析分析这原因 太实在了 你现在都得有剧本 就这苹果 你必须得给它搞出噱头 整出情节 全方位的包装 得带着情感 哦 还得赋予它生命 对了 你就好比这苹果 它就是你的孩子 那就像葫芦娃和爷爷 哎 这就是 是我的孙子 哎 我是爷爷 爷爷 孙子 明白 情感 走起来 三二一 听我指挥 三二一 哎呀 看 我师父 没有人这么多呢 我给你推的吗 你给我倒的流 哎呀 读书老姐们 大家好 家人们 你们不知道 苹果呀 不简单的是 苹果和农夫的关系 我们呢 是像葫芦娃 和爷爷的关系 你看 这是我大孙子 大娃 二孙子 二娃 这是谁的三孙子 这是你这亲孙子 别人生不出这三来 我第一次啊 带着情感直播 希望家人们多多理解 六九六九 删点情 走删情路线 啊 就继续这个内容讲呗 继续内容讲 删点情 哎 哎 在不少吧 转转反车的夜里 我的耳边 经常能听到 我他们孙子们在喊我 爷爷 我想你 我想你 太好了 继续继续 把情形往上顶 又有多少个 我翻来覆去 反转反车 上转下停 睡不着的夜里 我就听我孙子在喊 爷爷 有人拿凉水浇我 爷爷 有人在把我皮 有人在把我切成块 拿牙签 炸我 爷爷 还有个没牙的老头子 拿牙床的 炸我 他们在喊 爷爷 救我 爷爷 救我 爷爷 不能救你了 这太伤感了 有人要把孙子给你退回来 赶紧往回找吧 你听我跟你说 其实他们不知道啊 爷爷 为什么要这样 爷爷 不就是想给他们找一个奶奶吗 他们 从出生那天 他们就问我 爷爷 我奶奶呢 我奶奶呢 身边那个是奶奶吗 我说还不是 他们一听到这话 他们就说 爷爷 快卖我 快卖我 娶了身边的那个大奶奶 咋就 你别走乱 你看钱 流量现在正是好时候啊 第二套方案 上才艺啊 我做情感主播没问题吧 没问题 马上给你整成一线去干主播啊 马上顶上活啊 第二套方案 第二套方案啊 能行吗 三 二 一 上 活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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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姑娘 你把那玩意给我关了 关啥正好的时候 不是 干啥玩意 快打玩意 奶奶抱我 奶抱 真能嘚瑟 啊 你真能嘚瑟 你还把嘴上叼个玫瑰花 你不怕砸嘴啊 砸嘴了 该 我不管你是他从哪找来的外甥啊 就你这么整 你非把你溜就整魔上了不可 另外我告诉你 我的苹果不愁卖 看到没 我是3A农户 我卖苹果卖的是诚信 全球把我推到这个位上 我本想的直播 帮大家共同致富 谁谁想你们整这一出 什么玩儿葫芦啊 爷爷啊 我看你就是个葫芦啊 你多大岁数了 老宋啊 你有没有点正事 你还跳个该舞啊 我干这些活不就是为了给他个保障吗 别整了个没用的事 还要迷倒一老太太 没把人家迷倒呢 你先倒了 你行了 我还实话就告诉你了 老宋头还真就把我给迷住了 就你这苹果卖的呀 是真不怎么靠谱 但是 哎 他就比有些人强 这么的 趁着民政局现在没下班 你敢不敢现在就跟我把政领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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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 你是我爹呀 我要是你爹 这老太太就是你吗 老杨你干啥呀 大姑娘你占我这便宜呀 我想占你便宜呀 这老太太是我的 你说你是这啥人呐 你什么你丑业 丑好了就成你的了 那全世界都是你得了呗 哎呦我 这剧本写都写不出来呀 六舅啊 我跟你说 既在情理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呀 现在就赶紧开播吧 舅老爷 你给我一遍去 你管谁叫舅老爷 我没有你这虎外孙子 京京我跟你说实话吧 为啥我没去跟你领这个证 这是有原因的 你想想 就老宋这样的 找老伴都知道给人家个保障 啊 你说我的苹果没卖出去 我就空俩爪 我跟你上民政局登记啊 啊 我也是个男人 我得有我自己的尊严 我最重要的不也是想给你个保障吗 老阳啊 你是3A诚信农户 那是靠诚信 能力换回来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 你跟我的感情 你能给我保障 给我诚信就行 敢不敢跟我现在 就去领证 我早就准备好了 走 站住 我不倡议 你说我爹啊 你不同意 我不爱谁 现在咱们的剧本我怎么觉得好像多了个人呢 多的不就是你吗 不是 不是 你俩是一对啊 完了中间闹点别人 拿我六舅打产呢 在这啊 你这个老六我终于看明白了你 老宋啊 你明白没有 我终于看明白 你俩青春四海 除了你他谁都不爱 今天我又算白来 不是 老宋 老宋 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确实我为了弃他见你 没想到这一来我 我对不住了 没事 这老杨你咋不跟提前告诉我一声 这我多烦人呢 我之前呢 我俩相处不敢告诉你 就怕我在你前面办老伴 你受不了这个打击 另外刚才我一直说 我说我要跟你说点实话跟你说点实话 你非得说我那是狗头语 你别上我 我卖完苹果的钱还借你行吗 那行 最起码又给我希望了 真丢人呢我呀这一天 老宋 你真没事吧 没事 那有啥事 都十二年了 年年年这样 我都有免疫力了 我求大伙要帮我个忙 给我个祝福 祝我明年早日 准备 那我们就祝所有的朋友们 2023年平平安安 团团团圆圆 幸福过大年 幸福过大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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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